桃园的群聚案烧进校园 现在有五所学校受到了波及 确诊的军服员小孩证实染疫还传给了安清班同学 两个人分别就读中立区的两所国校 从今天开始紧急停课14天 有一些消息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 有家长把小孩送到学校才知情相当错愕 而中立两所国中也分别有确诊者的子女就读 但是扩大匡例之后 相关人员裁剪都是阴性 校方预防性停课一天之后 明天将会复课 另外还有一间国中在今天下午 因为有家长确诊临时接获停课通知 突然要回家线上上课 让师生们都是措手不及 上课时间校内空五一人 倒是环保局人员在里头来回骚毒 还要学生急着骑脚踏车回家线上上课 等一下 等一下上课 好Q哦 我们学校被上课 今后这经验真的是头一次 桃圆某国中10号中午临时停课半天 因为校内有学生家长确诊 是否公布疫调 证明学生的爸爸就是10号新增个案 17506机场首推车员工 11号学校能否复课 还得看匡列裁剪结果 只是10号预防性停课的 不止这所国中 我们凌晨的时候知道这个主题状况 今天做一个预防性停课 中立两所国中突然被告知预防性停课 校方相当错愕 因为确诊安亲班学童案17505的哥哥 以及居服员好友案17507的女儿 分别就读这两所国中 俗信裁剪后危机暂时解除 这个接触者都是阴性 所以在中立的两所会明天恢复上课 不过中立区另外两所国小 因为有案17472居服员确诊小孩 以及他在安亲班也确诊的同学 校方临时宣布停课14天直到寒假 但家长都把孩子送上学了 才接到震撼弹解职快气炸 一直这样传下去要怎么办 老百姓还要不要生活 还蛮错愕的就是 怎么发生在自家附近的学校 目前还没有裁品 但是就是会多注意这样子 他是一点多通知 可是一点多我们都睡了 我大概六点半的时候看到 就所有的启动所有的联系 疫情烧进校园 曾跟确诊学童接触对象都被匡列裁剑 毕竟本土疫情从机场向外蔓延 谁在让人放行不下 这里是长台湾报道